相信世上有好人,但一定要防范坏人,相信自己很坚强,但不要拒绝眼泪,相信金钱能带来幸福,但不要倾其一生,相信真诚,但不要指责虚伪,相信成功,但不要逃避失败,相信缘分,但不要盲目等待,相信爱情,但不要求全责备。 生肖狗在朋友圈中,生肖属狗的人一直以它们直爽的好性格而备受朋友的欢迎,同真诚它们在一起时,总是让人觉得很轻松,不必去考虑太多的事情。 而在12月以后,生肖狗出门遇贵人的概率更是会大幅增长,整体运势都会呈现上升的趋势。 在贵人的帮助下,他们事业将会有望迈向新高度,在工作和学习上都会很容易获得金钱的回报。 生肖机生肖机的12月,是运势极好的一个月,出门很容易遇贵人。 而受到贵人的影响,他们的财运也会有所提升。 在政财上,他们的变化并不会很明显,但偏财就会明显地走向良好的方向。 在一些投资活动上,生肖机将会因为贵人的指点而有所收获,一本万利。 运势军建议生肖机多出门参加一些朋友间的活动,因为很可能在自己未察觉中就遇到了贵人。 生肖龙属龙的人个性亲切大方,长袖善舞的他们,在朋友圈中一直就有着良好的人缘。 而这个12月,他们的贵人多可能出现在陌生人中,把路人变成贵人。 运势军建议他们要多出门,参加聚会、社团等,多结交一些朋友,主动帮助他人,因为这将会为他们日后打下良好的关系基础,并且能够因此获利。 生肖蛇12月开始,好运挡不住,事业欲贵人,收入翻倍的生肖蛇,鼠蛇的人对富贵的生活比较向往,因此在求财方面会比较上心。 12月开,横财砸身,运势亦飞冲天,富贵挡不住,他们在工作上只要努力,就能得到回报。 他们12月开始财气暴涨,身边容易遇到福星,招到长辈贵人的喜欢,一定会有一番作为,财运方面,生肖蛇横财来临,越来越富。 生肖羊12月开始,好运挡不住,事业欲贵人,收入翻倍的生肖羊,鼠羊的人在之前身边不开心的事情较多。 12月开,惊喜不断,横财大奖报回家,钞票数不尽,使得运势有些低迷,他们想尽办法去改善这样的状态,学会与时俱进,开启新的道路,比他人多付出几倍的努力。 在未来半年能得极心的庇护,轻轻松松去赚钱,学会了多项技能,得到较多富贵,使得个人气运大大增加。 生肖猪属猪人本来就是好福气的,从小到大做什么事情都容易成功,也没有遇到过什么大的困难与挫折。 而在2022年的12月他们更是会得福星庇佑,运势等方面更上一层楼,工作上更会遇到自己人生中贵人,使得事业方面节节高升,不过属猪人也要谨言慎行,不可太过得意。